这是一个商场有地下室停车场 那么承租人在上面在盖一楼二楼三楼的这个卖场 在这个卖场的时候 如果是以地主甲去盖 那么我承租人虽然出钱 可是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盖上来的 这种情形的时候 承租人不能说出钱我盖的 这东西就是我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法拍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是只有出钱的人 而是他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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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所谓的建物来增建或改建 增建或改建 是你盖这个建物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西兴大法的部分 那我举这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人他去法院标这个房屋土地 那这个房屋土地标了以后 结果法院只有拍这个A部分 这个B部分它是增建的部分 他没有把它写在那个拍卖公告里面 所以卖的话只有卖D跟这个A部分 那么结果他买到了以后 他要去申请点交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债务人 他就搬到后面这个增建的部分来 然后就说我要从你家的门口出去 要给你行使代地通行权 那像我们一般是不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法院会把这个增建的部分也去查封 也测量 所以会一起拍的 但是有时候法院确实对这个增建的部分没有调查清楚 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那好各位那我甲标到了以后 这个乙看起来是住在我们家 可是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 你怎么可以住在我家 他说没有啊 你只有标到A部分 你B部分没有标到 所以我搬到我的家里 那个是你的家 那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能不能赶走原来的所有权人 那他这个被拍卖的人住在这里 这样有没有道理 事实上我们在法律上 雖然没有标到B部分 但是他还是可以请求民法767条 叫他迁让房屋 叫他搬出去 那叫他搬出去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个叫做西星大法 这个其实是老师自己取的名字 西星大法就是有一个 这个叫笑傲江湖的男主角令狐冲 令狐冲的一个女朋友叫做任盈盈 他的他的爸爸叫做任我行 有一个西星大法 就工夫给他打下去 就把对方的功力吸过来 对方就软掉了 就丧失功力 在我们法律上也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房子 建商给你增建 我们通常建并率只有60% 那还有40%的空地 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这里增建 那么这个增建老实讲是违规的 所以就说违建 只是说我们猜不生猜 那这样我们认为说 当初的这个水泥钢筋 合并上去的时候就已经复合 在这一个A的主结构上面 所以这一些钢筋水泥这一些部分全部被他吸走 所以就是民法811条 那么各位被吸走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纵使法院没有拍卖到 他也丧失所有权 丧失所有权 那么这个所有权就变成是A的部分 那这怎么形容呢 我们娶一个太太 娶她的时候48公斤 所以我们跟她相处了好几年之后 我们会常爱她 她变成84公斤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太太是不是还是你的太太 各位像这种情形的时候 太太无非就是肉长多了 还是属于同一个人 所以用这种观念来看的时候 这个房子长胖了 所有权还是单一 因为一物一权 一物一权 所以这个房屋变成单一的所有权 纵使你没有拿到拍卖的时候 你没有付出V部分的钱 但是你还是取得V部分的所有权 所以你可以千让房屋 叫他离开 不可以住在我的所有权里面 所以这个原来的人已经丧失所有权 那这个丧失所有权的人 他最多只能跟买到的人主张 明法816条 就法定的不当得利 要给他补偿 那这个补偿的话 是以成本还原法 或是当初盖一瓶房子是多少钱 那要打折旧 那么这个透过鉴定 变成说你的房子扩大了我的损失 所以这个要补偿他 所以这个情形是用这样子的悉心大法 那各位这个是涨旁边去的 那如果是涨到上面去的 我加盖个五楼公寓 加盖个六楼 加盖个七楼 那如果说那是有独立的楼梯这样走的话 而且他有独立的水电维生 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法院会认为说这个吸不走 因为他有独立的结构 独立的出入口 所以这个情形是这样 但是如果各位它是从里面开一个楼中楼这样子的内梯 那么所有的水电也都靠五楼的水表 电表都是靠五楼在供应的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它是跟五楼已经形成一体了 就是变成类似一个楼中楼或透天的状况 这样子的时候它也会被吸走 所以拍卖五楼 通常我们会连六楼七楼一并给它拍走 因为它是一个所有权而已 一个所有权的部分 这个判断我就来跟各位说明 怎么来判断它吸得走吸不走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有所谓的独立性的问题 独立性的问题也就是第一个 有没有结构上的独立性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上的独立性 我们来看 如果它有结构上的独立性 就是来看 它是不是在结构上是这样子 那么有没有独立的出入口 另外一个有没有独立的维生设施 也就是水电这一些维生设施 那各位如果有结构上的独立 那么另外一个是经济上的独立 如果这两个都有 结构上的独立也有 那么经济上的独立也有 那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独立的物 它不会被吸走 也不为抵押权效力所及 第二个如果你有结构上的独立性 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 这个我们叫做从物 从物 譬如说我们家里透天盖一个车库 那么或是以前我们透天的房子 外面盖个厨房盖个工具间 它虽然是独立的出入口 也有独立的结构 但是它没有独立的价值 这种情形的时候是从物 也是为抵押权效力所及的部分 第三个如果结构上也没有独立性 经济上也没有独立性 那这个就叫做附属建物 一般像刚刚我们所讲的这种透天的增建 或是公寓上的增建 通常如果没有结构上的独立性 经济上的独立性 我们都认为是附属建物 所以当主结构被拍走被买走的时候 连带的我们附属建物也要被买走 所以这个是我们法庭上的判断 而不单单只有以有没有独立的出入门户为准 我们就碰过这样的事情 当初公司去盖这一节工厂是A部分 后来工厂不够用 所以他想要再多盖一个工厂 那各位这个当初我们有去申请建造执照 那么建造执照有起造人了以后 拿到使用执照 各位拿到使用执照了以后 将来原则上你才可以去做保存 登记 设立房屋税的税籍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他后来就在这一个部分 盖一个跟原来差不多一样大的厂房 那这里都有独立的出入门户 而且大卡车都可以来这里卸货 可是当初这个A部分有去跟银行借钱抵押 那银行借钱抵押是只有设定在A部分 哪知道他盖好了之后呢 他的建筑师呢 当初为了省一点点钱 这个业主也想省一点钱 所以他去申请增建 他的建造是申请增建 所以后来保存登记的时候变成是同一个建号了 甚至于不同建号 银行在拍卖这个A部分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B部分既然是增建 所以这个B部分也是他抵押权效率所及 那各位后来这个盖房子的人讲说 你银行的优先权当初设定只有到A 没有到B 怎么可以连B卖的钱你都可以要呢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增值 可是我们法官又认为说 你当初申请的是增建 你如果是独立去申请一张建造 独立去拿到使用执照 那么你将来就可以独立保存登记 就不被登记为增建 所以各位我们常常很多事情 就是为了摊小便宜 或为了省一点点钱 结果造成事后的这个部分 所以各位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案子 都是因小失大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它是始料未及 在法律上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争议 因此我们去盖房子的时候 以谁当起造人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它只是建筑法上的一个规定 但是你起造人的话 将来你做起造人便登到将来拿到使用执照 可以去办保存登记 另外一种案子也是发生这种 各位当初它是一层楼二层楼 结果它又增建了三四层在这个地方 结果它也是用一二层楼的楼梯下来 那当初银行借钱的时候 只设定到一二楼 设定到一二楼 后来银行要拍卖它的时候 就产生了我的抵押权 急不急于三四楼的问题 那各位这个情形的时候 因为你结构上没有独立性 你经济上也没有独立性 而且你必须要从一二楼的楼梯走 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判定 这个时候的抵押权效力 急于这样子的附属物上面去了 虽然它都很大 可是它也是个附属物 各位这个增建也会被认为是附属物 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没有了解 因此我们在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各位如果这是假的土地 那么假的土地出租给人家去盖房子 就是租地建屋 各位我们地主也不太清楚 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利 所以你来跟我租土地要盖房子的时候 譬如要盖motel 盖这个维修厂 盖这个餐厅等等 各位这个可能是以公司 要来跟假租土地 在租土地的时候 这个地主在我们社会上一般 他怕说就如果你不租了以后 这房子要归我嘛 所以一开始就会用地主的名字 去当起造人 那么会用地主的名字拿到使用执照 那就看要不要再保存登记 那明明这个钱是以公司来租土地的 但是在建筑上就是这样 那请问各位这个房子是谁的 以公司出钱 以公司出钱 要盖我的名字 等到十年后 或二十年后 租约其满 这房子才归你啊 所以各位呢 在当初 大家这样约定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这种情形的时候 国税局会认为是什么 是你以公司呢 出钱帮假盖的房子 盖成他的所有权 所以呢 他会认为说是以公司 赠予给假 但是因为我们法人不克赠予税 所以会变成地主 除了地租之外 还会被克到所得 假设他盖了五千万的资本 让你拿到这个房子 在使用执照上的 营件成本 假设是五千万 就会变成假在那一个年度 得到五千万 各位这个时候假呢 要45%的所得税 这个是不得了的税金啊 很多地主就去抗议了 后来我们国税局认为说 那如果你这个五千万的钱 你拿到了以后 拿到这个房子的价值 我就给你摊提十年或二十年 让你分年度去计算这个所得 那各位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假失败了 要被查封拍卖 请问债权人可不可以查封拍卖假的房子 使用执照是假的房子哦 可是明明是以出钱的 各位 你能不能出来主张说 这是我出钱贷的 不行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建筑法上 还有我们在土地法上的土地登记规则 对于这种登记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这个形式 所以各位呢 出钱的人不一定拿到什么 所有权 我出钱替你盖 是正义 各位你看看 连国税局都认为这种是正义 这个就是付了很不必要的税 那如果当初呢 他就是只有跟他收租金的土地租人所得 那这个房子是登记仪的名字 那就只有土地的租金 不会有房屋盖屋的成本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在社会上千万要注意 不是说这个建物是你出钱盖的 就会变成是你的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如果各位这是一个商场有地下室 那么这里是有停车场 那么呢 成租人呢 在上面在盖一楼二楼三楼的这个卖场 各位这个时候呢 盖这个卖场 如果是以地主夹去盖 那么我成租人已虽然出钱 可是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盖上来的 而且你在申请建造的时候 是以甲为起造人 或是拿到使用执照的时候 也是以甲拿到使用执照 未来的话呢 这个甲就可以去办保存登记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成租人不能说出钱 我盖的这东西就是我的 没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一种误会了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所有权的部分呢 会变成是虽然已出钱 但是是甲取得所有权 因此你要特别注意 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必须把法律的关系弄清楚 不然的话呢 你将来就会变成说 地主取得了所有权 那地主有一天被拍卖 或是说地主认为这所有权是我的 那你又跟他争执所有权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判别标准 就是以这个什么法来处理 西兴什么大法 我们在很多的法拍里面呢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因此呢 各位我们来看看哦 如果在法院拍卖这个土地的时候 那么土地上呢 有二三十颗的玉盒包 那么如果我拍卖这个土地上面的玉盒包 并没有写在拍卖范围 那么结果这个债务人的土地被拍了 由我甲买到 那么这个乙说这个玉盒包是我的 所以我呢 土地不交给你 各位这样可以吗 当时我们当法官的时候 我们会去协调说 人家这个玉盒包也有加工啊 你标到土地的人 应该给人家补偿 结果这个买到法拍地的人说 你挖走好了 各位那开玩笑呢 三四十年的玉盒包挖走了就没了 但是如果你坚持去法院 到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法院会认为说上面的作物啊 这些作物这些树呢 是属于土地的成分 那么这一些树呢 除非是你租地来种的 那你可以把它挖走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变成土地呢 含它土地的出产物 但是房子不是种上去的哦 房子不是种上去的 所以房子盖在上面的时候 不一定所有权就会集于这个房子 所以房子的这个看法呢 不是只有出钱的人 而是取造人 使用执造的人 还有保存登记的人 是登记为谁 这个才比较重要 所以各位跟着我一起念 这个就叫做西兴什么大法 来判断我们房子所有权的归属 以上 供各位同学参考